这种可怕的功夫名叫黑极浮屠 它是一斤斤最高的形态 攻城后全身都是容器之索 天地间的能量用之不竭 全无受损的弱点 媲美金钟罩十二关无罩门的不败之身 对手的攻击不能伤其分毫 但自己却能徒手废关刀 一拳将敌人打残废 这种功夫当世上只有两人练成 火云邪神和老邪神父子 出身武术世家的王祥龙 王俯虎兄弟为之草根阶层不受欺压 开创龙虎门传授武术 匡扶正义 王小龙和王小虎是王俯虎膝下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 两人感情非常的好 但小龙却被母亲带走 离开了龙虎门 两人身上分别留下了一对龙形与虎形的玉佩 两兄弟截然不同的人生就此展开 多年之后 小虎看见不公仗义出手 却卷入了马坤与白石帮的纠纷 还无意间将罗煞令给拿走的 罗煞令是犯罪组织火云邪神所颁布的令牌 但凡持有罗煞令者 便拥有在黑道呼风唤雨的权利 可见罗煞令的重要性 马坤让自己手下的高手去拿回令牌 而这名高手就是小虎的哥哥王小龙 不知厄运降临的小虎还正和几位师弟在料理店喝酒 小龙突然闯入将师弟揍了一顿 要将令牌带走 小虎不服与其交手 却被打翻在地 这时马坤的手下翻江娇走了进来 原来他早已在酒里下了药 并要将小虎几人给废掉 小龙看不起他的卑鄙行径 和帮派小弟打了起来 小龙武力超群 以一敌众完全不落下风 翻江娇下的屁滚尿流 小龙连番十几个跟头 突破重围 将他再次暴揍了一顿 翻江娇这下怒了 把所有的小弟喊了过来 小龙和小虎这下遭难了 几百人将他俩团团围住 小虎被下了药没有力气 一位拿着双截棍的小伙 拔棍相助救了小虎一命 此人双截棍玩得非常的溜 十几个人根本进不了身 他们三个人硬是打赢了几百人 真是太可怕了 小龙把罗沙令捡走离开了这里 小虎很感谢小伙的帮助 小伙告诉他自己名叫石黑龙 小虎在地上捡到了一块玉佩 这才知道了小龙是自己的哥哥 黑龙跟着小虎来到了龙虎门 这里的小孩子个个都会武功 胸口碎大石完全不在话下 众人把挨打的事告诉了师父王翔龙 王翔龙把罗沙令的来历告诉了几人 几人才知道自己闯祸了 小虎把玉佩给了王翔龙 告诉他自己找到哥哥了 但他却是马坤的人 王翔龙让他去把哥哥找回来 石黑龙想拜师 但王翔龙看出他心高气傲 他用一双拖鞋将其打败 在他脸上留下一个鞋印 来磨练他的气性 小虎找到小龙要带他回去 但是小龙得到过马坤的救助 答应会好好地保护他 他现在还有使命 不能离开这里 小龙只好通过马坤之女 马小玲来帮助自己 长得帅就是好办事 马小玲答应了他的请求 马坤这边也想退出江湖 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小玲 小龙答应马坤一定会护小玲中全的 罗煞女得到了这个消息 找到了小龙 小龙当年救过他一命 罗煞女就这样爱上了他 罗煞女想让小龙加入罗煞门 这样他们就能在一起了 小龙却不想理他 他只想回龙虎门找自己的弟弟 马坤退回罗煞令 惹恼了火云邪神 火云邪神命令手下去杀了马坤和小龙 罗煞女不想小龙有事 在泳池私自约见小龙 让其帮自己纹身 罗煞女想到了当年小龙救自己的一幕 情不自禁地亲了他一口 然后把马坤遇害的消息告诉了他 小龙将他推进水中立马赶了过去 另一边 杀手找到了马坤将其围住 马坤也是老江湖了 他用围巾将棒球棒系在手上 与他们打了起来 但是有个杀手却不讲武德 背后偷袭插进他的内部 马小龙看到这一幕崩溃了 对着杀手们发泄却无人理他 这时小龙带着一根棍冲了过来 三截棍杀手将他围住 他赶紧挣脱导致敌方互相残杀 然后再一拳将叉子杀手解决掉 但自己也身受重伤 他把马小龙抱到了龙虎门 交给了小虎 罗煞女为了保护小龙 撒谎说是龙虎门干的 火云邪神扛着牌匾闯进了龙虎门 他问这里谁最能打 黑龙拿着双截棍打向了他 却被轻松夺走 并被一拳打飞 王小龙拿着关刀砍向了他 火云邪神一只手应付 完全不落下风 王小龙只能发挥全部的实力 这才逼得火云邪神用牌匾抵抗 火云邪神用牌匾将他撞飞 火云邪神对他说不和你玩了 然后用出了黑级浮屠 只见他功力提升迅猛 飞到其身边将关刀完全碾碎 这种力量真是太可怕了 王小龙反应过来后 对他发起了猛攻 而不能伤其分毫 但火云邪神的一拳 却将其打成重伤 小虎背后偷袭 却直接被打飞腿 扔了出去 他指着小虎说 你连死在我手里的资格都没有 但王翔龙有 王翔龙被他活生生打死 马小龙回来看到这一幕惊呆了 他想起王翔龙的话 带着黑龙和小虎去白云山找齐霞 他费尽艰辛来到白云山后 大师告诉小龙 齐霞在高塔上面 但从来都没有人上去过 小龙为了救两人 不惜一切都要见到齐霞 齐霞给他扔了一个佛珠 让他捡回来 小龙捡到后 转头一看 数不清的佛珠砸向了他 齐霞让他都捡回来 小龙没有丝毫犹豫 俯身一颗颗去捡 他捡完之后 爬上了高楼 见到了齐霞 但他筋疲力尽 无意间掉下了一颗佛珠 齐霞让他跳下去 把那颗给捡了 就救他的朋友 小龙为了救两人 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但这却是幻境 这只是齐霞对他的考验 齐霞将两人救活 并传授他俩神功 黑龙传授金钟罩 小虎传授电光毒龙钻 火云邪神发现 不是龙虎们干的 而是王小龙干的 但他极其狂妄 他让罗煞女把丹药给王小龙 这药可以增长人的功力 他想和王小龙 来一场真正的较量 罗煞女将王小龙救活 罗煞女问他 你到底爱过我吗 小龙没有说话 但他给罗煞女 闻的是一个闪电 是他衣服上的标志 罗煞女死在了小龙的面前 火云邪神知道了他欺骗自己 将他打成重伤 让他做出选择 到底是救自己 还是救小龙 可见罗煞女是多么的爱小龙 小虎和黑龙这边 神姑已经大成 齐霞送了他们一件兵器 让他们去对付火云邪神 两人闯进火云邪神的基地 火云邪神丝毫不惧 问他俩来送死 小虎用腿弓攻击下三路 黑龙用双截棍朝着脸部攻击 两人默契的配合打退了火云邪神 火云邪神认真了起来 用起了黑鸡浮屠 黑鸡浮屠一开 两人猛烈的攻击 根本不能伤其分毫 但火云邪神的攻击 却是非常的可怕 黑龙和小虎都被打成了重伤 黑龙只能用双截棍 使出了金钟罩 一个金钟环绕他的身边 火云邪神根本进不了身 黑龙也将其打伤 但火云邪神的功力 已经到了仙人的地步 他飞快卷动披风 形成一个电钻 硬是破了金钟罩 小虎趁机使出了电光毒龙钻 双腿如陀螺一样 但是被火云邪神一招破弓 两人都被打成重伤 危机时刻 小龙来到了这里 他将火云邪神引到别处 确保两人的安全 小龙功力大增 他用出降龙十八掌 将火云邪神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小龙一个连续西撞 将火云邪神打成了重伤 火云邪神的黑击浮屠 暂时不能用 在降龙十八掌下 一直处于下风 王小龙找到机会 用出大绝招飞龙在天 带着火云邪神 从高楼一直撞击下去 最后用出降龙十八掌 将他给打败 小龙和弟弟终于可以相认了 两人回到了龙虎门 像父亲一样 发扬功夫 匡扶正义 龙虎门是由黄玉郎所著香港同名武侠漫画龙虎门改编而来的动作片 因为是漫改电影 所以三位主角的造型都非常的沙马特 感觉像小流氓一样 原作其实就叫小流氓 但是电影的武打都非常的好看 龙虎门的高手非常的多 他们的功夫有的已经超越了武侠的范围 到达了仙侠的地步 火云邪神在漫画中那是更加的厉害 一出称天空就出现火云盖天的现象 被视为罗煞大神转世 其他三个主角到后期也非常的牛 那么你最喜欢谁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哦 阿斗说片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